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看布鸡TV 我是布雷诺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来拍摄开箱 前年的集点点数兑换活动 这个所兑换的这个 电动调理搅拌棒三件主 要收集70枚印花加899块 或者是你收集25枚印花加1249块 而我是用第一个方案就是收集 这个70枚印花再加899块 先下去做换购 然后呢它这个三件主 我觉得还蛮不错用的 就是可以用来搅拌一些食材 像是你在做水饺的时候啊 就可以很方便的搅拌 肉跟蔥还有菜 这样做起来应该相对比较轻松 好 那它的盒子呢大概 它的盒子外观是长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开箱看看 这个里面有什么咯 GO 一个简单的说明书介绍 它的功用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应该是它的主机的部分 它这个有电线 它就有一个保护的动作 这个质感还蛮不错的 然后再来给我们准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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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的杯子 这个是牙克力的 不是玻璃 感觉是很像那种 刀片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是 也是搅拌作用 看来这个就是 让你把那个 搅拌棒的主机插在上面 做一个旋转搅拌的功用 再来这个是 这个也是搅拌棒 刀片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要这样可以 大家没有看到 这个 要锋利一点 好啰 那个箱子里面的物品 就是 这些啦 好我们再来细部看一下 这个设计的是还蛮简易 你就把这个箭头呢 先对着 这个 所打开的地方 插下去 然后向右转 到这个图案呢 就表示它已经固定好了 就可以按下开关了 这个速度有两段可以调整 这个速度有两段可以调整 这是第一段 还有第二段 第二段 震动会比较大耶 OK感觉品质还蛮不错 这个大的 其实它这个厚厚的这个塑胶套 其实是它的 刀片保护盖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样用旋转的打开 看这个里面有刀片 然后它就可以这样拿出来 你要使用的时候呢 就要把 刀片 的保护盖拿下来 然后再 安装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 盖子 锁紧 是一样有 这个图案 这个开锁跟锁起来之外 然后就对准这个 好 以上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 那 如果最后有 使用它来做 食物的话呢 再看要不要拍摄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说明书这边呢 它有 说一些 清洗上面的注意事项 有哪些部位是可以用清水冲洗 然后哪些部位是 只能用湿布擦拭 这个 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不然你可能会不小心把这个 机子给洗坏 这就是它的 说明书 然后它这边呢 也会 说明书上呢 也有标示一些你在 条理上的 需要注意的小事项 那在这边我就 最严陈述 这个如果大家有去 有去换这台 搅拌机的话呢 再自己去 详细看一下 好那个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 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